女性Jennifer Anderson 即將要推出浪漫愛情片 Love Happens 不過現在有兩位編劇 宣稱電影公司偷了 他們的原創劇本 將要控告電影公司 阻止騙子上黨 另外 Harrison Ford 有可能在職皮編 第五度扮演 考古英雄 印第安娜瓊斯 根據People雜誌的報導 銀法銀木硬漢 Harrison Ford 有可能第五度扮演 考古學家 印第安娜瓊斯 消息指出 王牌製作人George Lucas 正積極籌備 印第安娜瓊斯電影 系列第五集 Harrison Ford 上次直起皮編 是在去年的 印第安娜瓊斯電影 第四集 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 編劇家Great Crowders 和Tony Fredas 日前控告NBC 環球電影公司 指稱女星 Jennifer Aniston的 新片Love Happens 實際上是 他們所創作的劇本 原名為The Truth 他們在2006年 把劇本交給環球電影公司 但電影公司並未接受 然而這兩位編劇 在看到即將上檔的 新片Love Happens 赫然發現電影情節 疑似抄襲他們的原創劇本 因此控告環球電影公司 求償一億美元 並希望能阻止此片上映 以電影Dirty Dancing 以及The Ghost走紅的男星 Patrick Swayze 不幸在週一 因為胰臟癌病逝 他的事實 讓各地的影迷不慎唏嘘 並紛紛在好萊塢大道 Swayze的心灰上放置鮮花 以表追念